党章焦点来关心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上星期宣布 角逐2020让国民党内局势出现震荡 到底他跟韩国瑜朱立伦 王金平谁才是最强棒呢 来看到平面媒体的最新民调 针对国民党内四个热门人选做比较 韩国瑜排名第一 26%领先第二名郭台铭的19% 原先传出国民党决定 6月份就会办理党内初选 但随后党中央出面澄清 日程还要等中常会处理之后才会确定 不过现在有国民党中常委 想推动2020提名特别办法 替党中央解套 让韩国瑜被动加入党内初选 国民党2020究竟要派出谁 至今依旧无法明朗化 却已经传出6月份就要办理初选 对此国民党中央出面回应 其实中央对于整个初选的时程 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在走 真的是看我们常会决议的结果 国民党强调已经向高雄市长 韩国瑜提出邀约 但还在等对方回应 因此是否6月半初选 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上星期郭台铭加入战局后 究竟对支持者造成什么影响 根据平面媒体最新民调 针对韩国瑜 郭台铭朱立伦 王金平做比较 韩国瑜依旧以26%支持度 领先群雄 胜过第二名郭董的19% 真的千万党中央不要轻忽 现在韩粉 这个所谓反弹的力道 所以我觉得在处理中 如何让韩国瑜市长 能够进到整个机制里面来 是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就有中常委打算 提出2020总统提名 特别办法 要让韩国瑜被动加入党内初选 尊重我们都不评论 那么尊重我们党中央所提的 这个初选的办法 征召就征召 初选就初选 没有什么征召式的初选 征召来初选就是初选 对韩国瑜市长 现任的市长 真的是找他麻烦 一个说尊重 一个再度质疑制度问题 但基层挺含声浪持续 郭董的台风也来势汹汹 如何减少党内纷扰 引发分裂情绪 国民党打算重返执政 看来还是难题多多 解铃缩五强三台北报道